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13日 丽佳大学迎战巴拉纳体育会 周五清早 南美球会杯将会迎来一场敖战 届时丽佳大学将会在主场面对巴拉纳体育会 丽佳大学上轮淘汰了甘美奥之后 球队机身本届南美球会杯的半准决赛 而对手正是同属巴甲的巴拉纳体育会 由于巴拉纳体育会近期状态有所下滑 加上丽佳大学坐拥主场之力 此番交手丽佳大学更有望取得胜利 来自厄瓜多尔的球队丽佳大学 目前正在征战该国顶级联赛 新球季三轮分别收获胜和复各一场排名联赛第七位 当中攻入七球 可见球队进攻质量有所保证 本赛即与原本征战南美自由杯的立佳大学 由于分组赛表现不如对手 最终排名第三降格进入南美球会杯的16强赛 虽然首回合主场领比一布迪甘美奥 但此回合球队客场凭借中场 佐迪艾斯维亚没开二度 利用客场入球优势淘汰对手 相信再次面对八甲球队的立佳大学想必也会做足准备 需要注意的是 立佳大学近五个主场作战的比赛赢了四场 球队在主场的发挥不容小 另一边南美球会杯的16强赛中 巴拉纳体育会大比数淘汰卡利阿美利加 强势晋级半准决赛 但好景不长 巴拉纳体育会近期状态明显下滑 近三场本土赛事当中收获一和二负 球队多线作战之下略显疲态 没法专注的情况下 巴拉纳体育会在联赛中的表现更是陷入低谷 近六场联赛中输足四场 得失球比位6比10 球队在比赛中显得功不锐手不稳 这无疑会影响到全队士气 而且巴拉纳体育会近期出征 能够获胜的比赛少之又少 上个课场凯旋而归还是7月中的事情 此番走访近况更加利加大学 巴拉纳体育会不宜看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